今天还是先给大家讲述两个新疆的小故事 楼主讲新疆公路议事的同时 也有很多网友讲述了他们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第一篇 戒身还魂 作者 唯一色彩 我在北疆长大 我父亲是61年进疆的大学生 是医生 听他说过很多他亲身经历的匪夷所思的事 在兵团有个甘肃人在新疆安稳了 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借到新疆来孝敬孝敬 从乌鲁木齐到我们那里500多公里 那时要走两天 好像是在奎屯住一个晚上 第二天下午才到 到家后他母亲就发高烧 晚上就有点神志不清了 把他吓坏了 连夜跑到我家请我父亲去看病 我父亲去检查了后 打了退烧针 第二天上午 他又来找我父亲说不对劲 请我父亲去再看看 我父亲去看了 病人已经清醒了 可以吃东西 说话了 就是奇怪的是 老人说了一口的河南话 他说他母亲从来没有出过门 只会说甘肃话 怎么一下说河南话了 甘肃话也听不懂了 后来请了个河南人来问 才知道说的是什么 说他在新疆好多年了 回不去 没有钱 没有通行证 最后通过关系去打了个介绍线 盖了兵团的章 还买了二十元钱的名币烧了 老人睡了一觉 醒了又是一口甘肃话了 再问他发生什么事 他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篇 公路怪兽 这是我们讲过的第四个故事异兽的番外篇 作者 血奴鹦鹉 一瘦的故事在该系列第一集里讲述 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一下 上个月 一个六十年代到建设兵团工作几十年 没回过老家的远方亲戚退休了 就回到家乡来看看 因为我家有空房间 就让亲戚住在我家 其他的亲戚到家里来吃饭的时候 我一个小侄女非要看动画片 千语千寻 退休了的老人喜欢小孩子 就抱着小侄女看DVD 亲戚看到五脸男出场的时候 他脸突然煞白 搞得一家人紧张地以为他突发心脏病 吃过晚饭 我好奇问了一下 亲戚就给我讲了个和楼主讲的很像的故事 时间是1970年 也是在昆仑山公路上 他们的车在路上行驶 那怪物突然出现 黑身体 大头 人脸 司机吓傻了 拼命踩油门 与楼主描述不同的是 亲戚说 但那怪物速度很快 能追上他们开的北京吉普 而且还跳到车顶 前半身 叹到车前窗 双手就抓着两边的车门 后来 还是司机猛踩刹车 又甩方向盘 在加油门什么的一系列操作 才把怪物甩下车 挤持而去 当时 司机吓傻了 到底怎么做的他也想不起来了 到了目的地 他们才发现 车顶上的帆布上有被抓破的地方 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后怕 总是觉得 如果没有把怪物甩下车 一定会进到车内 吃掉他和司机 书归正转 我们继续讲述公路档案之 新疆老司机口中的公路意识 该系列故事来自天涯论坛 彭来鬼话 楼主Adam Ewan 第二十三个故事 荒漠中的四至 在新疆阿克苏境内 库车和新河县之间 有一条路从国道上 插开深向干燥荒凉的隔壁 这条路很窄 如果车子在国道上开得快的话 根本就注意不到这条小路 而且这个岔口上 没有任何标示 指明它通向哪里 至少我2006年多次经过这里时还没有 这条路只通向一个地方 一座监狱 一座很大的监狱 一座很大的 专门关押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死缓等重罪犯人的监狱 这个监狱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新疆本地人应该清楚我说的是什么地方 据说 口里 也就是新疆对内地的称呼 口里一半的死缓或无期的犯人都被关在这里 原因很简单 这里地处戈壁滩深处 完全与世隔绝 是绝佳的人犯改造地点 就算有人越狱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也很难活着出来 今晚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条小路上 小林是我的小学同学 初中毕业就辍学了 疯疯癫癫完了几年 还在橘子里蹲了几个月 家里人实在看不过去 就威逼利诱地 让他跟着一个老师赴学开车 心不在焉的 小林学了两年多 时间很长了 再不愿意也总算差不多了 于是家里人又拖了层层关系 好不容易拖到了一份工作 这工作就是在那个监狱里 当补给车的司机 说实话 很少有人愿意去内众 跟犯人打交道的地方工作 可没办法 小林有钱科 没得挑 于是也只有硬着头皮去了 也算养家挣钱 小林的活很简单 一周三次 把粮食蔬菜等从库车运到监狱 工作虽简单 但是却很辛苦 从库车到监狱 大概二百多公里 国道还好说 一旦走在那条岔道上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条路从来都没整修过 百游基本是看不见了 跟纯粹的土路没什么区别 坐在车上走那条路实在是很受罪 这个倒也没什么 更要命的是 这条路两边实在太荒凉了 光秃秃什么都没有 而路两边也没个十吨什么的 路上沙尘也多 开起来飞沙走石的 这样一来 司机就会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不知何时把车子开到了戈壁滩里 而自己却浑然不知 然后迷失方向 八十年代初 就有一个司机 大白天的把车开偏了 开进了戈壁 三天后 人们在很深很深的荒滩上 找到了他干枯的尸体和他的车 于是为了使小林不迷路 监狱里特意给他配了一个军用指南针 如果迷失在荒地里 可以指明方向 那是1987年的一天 小林当监狱司机已经五年了 这条路他已经很熟悉 而且幸运的是 这五年里他还没有迷过路 那天 小林把一车实物拉进监狱里 本来照常理是应该在那里住一夜 第二天再走的 可不巧的是 那晚监狱里出了一起很严重的治安事件 监狱长决定戒严 严谨非工作人员在狱中留宿 小林这种临时工兴致的人 当然也不例外 领导让他连夜返回库车 不要待在狱中 小林也乐得不与这些重犯在一起 很欣然答应了 于是 小林在黄昏时分 开着他的东风往库车赶 那条监狱专用路上 本来就没有什么车子 晚上的时候车更少了 小林虽然以前也是道上混过的 比较有胆 但一个人夜里开在这么一条路上 心里依然麻麻的 四周都黑漆漆的 荒凉的土地上 只有小林一辆车子缓缓开着 唯有前方那昏黄的车灯 才能给小林心灵些许安慰 大概开到晚上十一点多 忽然起风了 本来这条路沙土就多 这风一刮 土都扬起来了 前方能见度一下子低了 小林本想停下来 等风小蝎再走 但他又不希望半夜三更的 在这鬼地方停留 于是小林索性豁出去了 凭着五年来 跑这条路的经验 慢慢往前开 大概又开了两个小时 真正到了半夜了 风一下子小了很多 前方的能见度也提高了 小林的心也放松了 但是这种放松 只维持了几秒 因为小林发现 自己的车 不知什么时候起 置身在茫茫戈壁中 而下面的路没了 巨大的恐惧包围了小林 完了 还是迷路了 这事到了哪里啊 路呢 小林一下子慌了 在这种地方迷路 无异于送死 小林急急忙忙从车里 摸出之前 一直没用过的指南针 对准了方位 发现自己车的方向 完全错了 于是小林调转车头 按照指南针的指引 沿着正确的方向开去 方向对了 小林的心也安了下来 现在第一要务 就是找到原来的路 再开到车多的国道上去 离开这个鬼地方 大概开了二十多分钟 小林尿急 把车停了下来 下车撒尿 一下车 小林感受到刺骨的寒冷 戈壁摊上夜里的温度 是很低的 小林刚下车 没走几步 忽然踩到什么柱状的东西 脚下一滑 摔了一个跟头 小林狼狈地爬起 什么狗东西 伴了老子一叫 小林骂着 当他回头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尿意一下子就消失了 那个圆柱形的东西 是一条赤裸的 人腿 那人腿早已疯化了 光溜溜的 如果不是末端的脚 已经很难判断 那是一条腿 这腿很修长 看起来也很白 看起来像是女人的 小林愣在那里足有一分钟 然后下意识地望了望四周 这一望不要紧 小林差点没昏过去 只见车灯能照到的车子的正前方 横七竖八 散落着十几根腿 其中还掺杂着胳膊 全都是光溜溜的 也早已风化 颜色与戈壁滩融为一体 在车上很难发现 这些四肢有长有短 就像一根根竹竿散落在荒野里 诡异的是 小林在这里只发现了胳膊和腿 没有看见一个躯干 当然也没有头颅 仅仅只有四肢 小林头皮发麻 全身冰凉 这太不可思议了 在离监狱不远的戈壁滩上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又恐怖的东西呢 这些残枝是谁留下的呢 身体哪儿去了 头又哪儿去了 小林默默地爬上车 默默地发动车 轰的一声 车子开了 小林茫然地直视前方 有意无意地踩了一脚油门 车子从前面那零散的残枝上 闸了过去 小林说 在那一刹那 她耳边传来了呜呜的声音 也不知是风声还是哭声 那天以后 小林就辞职了 辞职原因很简单 不想再开车了 当然也少不了和家人的吵闹 后来 小林还真没开过车 一次也没有 就算她后来靠岛卖水果起家 成了新疆响当当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 人们都尊称为林总后 她也没有再开过一次车 第24个故事 大货车 这个故事是兵团的朋友讲的 她的经历比较丰富 原先是给兵团领导开车 后来得到了一个大官的赏识 提拔了上来 现在已经是连长了 在这个肥的流油的植物上 她兢兢业业干得非常滋润 已经颇有一些家底 这个故事 是她还在当司机的时候告诉我的 现在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按惯例 我们就叫她小唐吧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了 小唐当年在乌鲁木齐给一位大官开车 一个夏天 大官去南部的和田考察工作 由于各种原因 小唐没有跟去 考察了半个月 大官要回来了 点名要小唐去接 小唐接到指示后 自然不敢马虎 火速开车去和田接大官 和田作为新疆比较偏远的地区 离乌鲁木齐还是很远的 当时 司机开车从乌鲁木齐出发 要先走一天到托克逊 再托克逊过个夜 吃盘拌面 第二天再走一天干沟 干沟咱们前面也提到过 然后在库米时洗个澡过一夜 第三天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到且末县过一夜 到了第四天中午 基本可以到和田了 小唐就是按照我说的这条路线 开着当时的官车桑塔纳 向和田开去 第一天还是很顺利的 在托克逊休息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进了干沟 当时的干沟已经是百油马路了 但是修得并不怎么样 依然十分颠簸 沙尘也很多 能见度比较低 司机在这么一条南北江 唯一的通路上行驶 自然要十分的小心 十几年前去干沟 还能看到沟里一堆堆 翻下沟的汽车的残骸 据说车翻下去 连尸体都运不上来 小唐作为一名专业的司机 干沟倒也不怕 小小心心驾驶着 就这样开了大半天 到了下午七八点钟时 只听砰的一声 车子发出巨响 瞬间停了 小唐直呼倒霉 平经验看 一定是车里温度太高 水箱爆了 小唐下了车 打开盖板 一阵白烟扑面而来 果然爆缸了 小唐直呼后悔 本来就是夏天温度高 应该先让车停一下 降降温的 这么颠簸的路 水箱很容易爆的 现在后悔 已经来不及 小唐拿出修车的工具 准备试着维修一下 说不定不严重 能修好呢 也许是小唐今天倒了霉运 修了半天 小唐痛苦地发现 连接水箱的两个零件也坏了 还不能修 只能换 小唐没有办法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 搭个便车 去前面库米石 找个拖车 把车子拖到维修的地方修理 这时天色已近黄昏 干沟的车明显少了很多 好不容易等到一辆 看了小唐的情况 也是摇头扬长而去 眼见天要黑了 小唐还是没有搭上车 小唐非常着急 要是修不好车子 晚上就要饿着肚子 在这深山里过夜了 正在着急时 前方一辆大货车 主动停了下来 车里司机探出头 很热心地问小唐怎么回事 小唐仿佛见到了救星 连忙把经过告诉了他 这位中年男子很爽快地答应小唐 在他去库米石叫拖车 小唐看遇见了好人 连忙道谢 把东西收拾了一下 跳上那辆车就向库米石石去 那个中年男子操着 飙飙准准的普通话 听不出是哪里人 他很健谈 也很和善 一路上都在跟小唐说话 海阔天空 七聊八扯 本来小唐车坏了 心情比较郁闷 但在跟司机的闲聊中 不知不觉 心中倒也舒畅了很多 路上司机还关切地问小唐 恶不恶可不可 还递给小唐一瓶矿泉水 小唐认定 今天是遇见好人了 路上不停地道谢 就这样开了一阵子 马上就要开出干沟了 司机说要先停一下 下车解个手 很急的样子 小唐也下了车 司机躲到路边一块 小山坡后解手 小唐走到车后 准备撒个尿 这时小唐 才得以看到这个车的全貌 这是一辆比较常见的东风车 后面车斗里装满了货物 货物上用厚厚的帆布 盖得严严实实 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但户顶部可以看见 凹凹凸凸的轮廓 像是球状的 看来这货没有用箱子装 小唐也没再多想 还是先解决个人问题再说 小唐很快撒完尿 那个司机还没有出来 小唐就在车外等着 这十天已经完全黑了 沟里一辆车也没有 耳边的风呼呼地刮着 远处的山巒也已模糊不清 小唐孤零零站在车边 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感 就在这时 只听啪的一声 从车后穿出一阵声响 小唐寻着声音 是车斗那里发出的 小唐走了过去 依稀看见车斗的一角 帆布掀开了 地上黑乎乎地有个东西 原来是风太大 把车斗上的货刮下来了 小唐想 那把货捡起来放回车里吧 帮司机一个小忙 小唐不经意地捡起了 那个黑乎乎的物事 接着车灯那里发散过来的灯光 小唐依稀看见了那个货物 那个货物是一个人头 这真的是一个风干的人头 头发早已枯萎 满是灰尘 天太暗 已经看不清五官 脖子上有一个 齐齐整整的切口 伤口也早已风化 这千真万确是一个人头 小唐的头轰的一声 一下子蒙了 本能地把手上的人头扔了出去 头滚了几下 消失在沟里 这时又起风了 风把本来就掀开的帆布 又吹开了些 小唐依稀看见 那车斗里 有几束黑黑的似在迎风飘扬着 小唐飞快跑回到车前 不再看那可怕的物事 心通通狂跳 也不知过了多久 小唐慢慢平复了 他做了一个 后来看起来很英明的决定 那就是赶快回到车里 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当他刚上车 那司机就捡完手 从山坡后出来了 司机似乎没有发现 车斗里的情况 静止上了车 若无其事地发动车继续开 小唐拼命装作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 紧闭双眼 支支吾吾对司机说 有点累先睡一会儿 司机没有疑心 关切地拍拍小唐的头 不停地说快到了 快到了 小唐就这样熬了两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到了库米时 小唐挤出笑容 对司机说可以下车了 司机爽快地答应了 小唐头也不回地下了车 大货车很快就开走了 小唐长舒了一口气 瘫坐在了地上 后来 小唐没有去找维修站 而是直接进了一家旅社 瘫倒在床上 小唐的诡异经历结束了 这件事他很少向人提起 更没有报警 他对我说 现在每当在路上遇见开过的货车 他心都会嘀咕一下 甚至不敢去看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你永远都不知道 那看似平凡的货车车斗里 掩盖的是什么 小王是我童年很好的朋友 从小一起长大 后来初中毕业 我继续读书 他由于家庭原因辍学 进入社会 做过很多份工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用自己多年打工攒的钱 盘下一辆二手的东风货车 做起了水果倒卖的生意 每年瓜果成熟季节 他就去图鲁番收一批瓜果 然后运到哈密转手 哈密的商人在运到口里销售 由于当时做这个生意的人还不多 小王也赚了不少钱 1989年下的一天 小王在图鲁番收了一车葡萄 本想第二天白天运到哈密的 但哈密的买家通知他急着要发货 希望第二天上午运到 这就意味着 小王今天晚上就要连夜赶到哈密 好在图鲁番离哈密也不是很远 道路也很平坦 开业车也没什么大碍 为了多挣钱 劳累一天的小王打起精神 发动车子 晚上十点从图鲁番出发了 图鲁番和哈密都是新疆东部的重镇 很早就修了柏油马路 所以路况很好 小王在车上心情也不错 这一趟货发出去 利润还是蛮大的 所以辛苦辛苦也是值得的 就这样开了半夜 小王有点困了 为了安全起见 小王准备把车停一边 先密一会儿再说 当小王转动方向盘 正要把车靠边停的时候 突然听见砰的一响 车子迅速倾斜 方向也把不住了 小王明白 最不愿发生的是发生了 车胎爆裂了 小王沮丧地下了车 检查了一下 左前方的车胎 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 已经彻底变了 真倒霉 小王发泄着 没办法 只能换胎了 小王钻到车底盘下 准备找备胎 然而 底盘下原来放备胎的地方 空空如也 备胎呢 小王这时才想起 上次爆胎 小王没有及时补胎 坏胎 现在还放在 吐鲁番的车库里呢 哎 倒霉的事都碰一块了 现在能坐的 只有搭车到沿途最近的城镇 买一个新胎 再过来换上了 小王估计了一下走过的路程 现在的地方应该离七角井比较近 在那里有换胎的地方 于是 小王走到路边 准备搭车 现在的时间 是凌晨三点 路上的车子已经不多了 偶尔开过一辆 也对小王的手势熟视无睹 小王搭了半个多小时 还是没搭上 就在小王沮丧到顶点的时候 前面开过来一辆客车 主动停了下来 小王惊喜万分 终于遇见好人了 赶忙走到司机窗前 说明了情况 司机爽快地答应 把小王送到七角井去 于是 小王上了客车 图鲁番道哈密的交通 十分方便 早晚都有客车来往 小王搭的这辆 一定也是开往哈密的夜班车 小王上车后 司机安排他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 小王环顾了一下这辆车子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客车 没有铺位 全是座位 由于夜深了 座位上的乘客 大都已经睡去 所以车内很安静 只是 有点太安静了 安静到听不见任何声响 连呼吸声似乎也若有若无 短暂的安静 被司机发动车子的声音打破了 小王坐在座位上 不一会儿也抵不过睡意 缓缓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小王感觉车子颠了一下 把他从睡梦中弄醒 小王揉揉眼睛 车窗外还是漆黑一片 应该是深夜了 小王抬起头 准备深深揽腰 其他乘客一定还在睡吧 小王想 就当小王抬起头时 他那睡眼惺忪的眼睛 一下子蒸大了 这是怎么回事 车厢内还是那样的安静 安静到听不见任何声响 但是 景象却有些不同 小王分明看到 自己正被车厢里所有人 齐刷刷地注视着 小王从小都没有被这么多人注视过 但现在 就在这深夜的车厢里 自己竟然被这几十双眼睛 看着 坐在前面的乘客 转过头看着小王 坐旁边的乘客 侧过头看着小王 坐后面的乘客 更是一动不动盯着小王 车厢内所有的乘客 仿佛都睡醒了 而且 表现的一点睡意也没有 他们统一地做这一件事情 那就是 盯着小王看 那几十双眼睛 混着车厢里淡黄的灯光 把小王包围 淹没 小王顿时睡意全无 平时被一个人盯着都浑身不自在 别说 现在了 小王慢吞吞地挤出几个字 你们 都看着我干嘛呀 没有动静 车厢内依然安静 安静到听不见任何声响 那几十双眼睛 男女老幼都有 依然不依不绕盯着小王看 小王后几发梁 挣着最后一点力气 喊司机 因为他看到 整个车里 只有司机还专心开着车 没有盯小王看 这时 司机就犹如小王的救命稻草 因为只有司机是正常的 司机好像听到了小王在喊 漫不经心地转过头去 怎么了 小同志 小王正要说话 突然又被震到了 只见那司机依然在开着车 身子依然是对着方向盘 但他的头 转过一百八十度 也在看着小王 怎么了 小同志 司机一边开车 一边重复着 一边盯着小王 小王差点晕倒 这车太可怕了 小王想也没想 本能地跳出座位 朝车门奔去 走到车门前 小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嘴里蹦出了这么几个词 师父停车 我要上厕所 司机的头 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归位了 什么也没说 就踩了刹车 把门打开 小王什么也不顾 撒了腿就往外跑 一直跑 不停跑 跑到客车 连影子都看不到的地方 惊魂未定的小王 倒在路边的碎石堆里 常常舒了口气 小王在公路边待了一夜 没再敢搭车 到了天亮的时候 他才搭了一辆货车 拉到七角井 买了胎 又回来换上 折腾了大半天 这桩生意 当然也就泡汤了 当那天晚上 小王疲惫地把货拉到哈密时 收货的人 早就收了别人的货走了 这就是小王的故事 小王在玩他的遭遇后 意味深长地说 也许在你最不注意的时候 就有一双双眼睛 在偷偷地看着你 小心这些眼睛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收听 关于故事内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畅所预言 谢谢大家 权当故事 莫辩真伪